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颗感恩的心 从乡村到城市打工的大纲 已经快一个月没找到工作了 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 囊中羞涩的他不敢租房 只能找个僻静的巷子过夜 钱都快花完了 再找不到工作的话真的很难生活下去 这狗怎么叫得这么惊慌 莫非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着便起身朝狗叫的方向走去 在一个巷路里 一位歹徒正拿着匕首对着王老板 哼 就这么点钱 把你的手表摘下来给我 行行 只要你别伤害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拿来 这只狗真是太吵了 我先要了他的命 快来人呐 有人抢劫啊 小子 没你的事 你给我走开 让我看到了就是我的事 行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站住 你别想逃跑 年轻人 不要追了 可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啊 钱是身外之物 只要人没事就行 钱可以再赚嘛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啊 当然 或许赚钱对你来说是容易一些 听你的语气 赚钱对你来说似乎挺难的 是啊 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找到工作了 要不我也不知沦落到在巷子里过夜 原来是这样啊 年轻人 我看你去我那里工作吧 包吃包住的 只是工作累一点 包吃住 对的 只要有吃有住我就很满意的 谢谢你 但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呢 我是做建筑的 怎么样 要不要来呢 如果愿意的话 现在就跟我走 愿意 愿意 我这就拿着东西跟你走 老板 你的这只狗真是可爱啊 一路上它一直蹭我 害得我有好几次 差点快被它绊倒呢 阿渡可是一只德国狼犬 等它长大以后可凶猛呢 我养它是为了以后看守工地的 是吗 很难想象这家伙长大以后会多凶哦 等它再大一点你就知道了 这家伙可厉害着呢 就这样 大刚跟随着王老板 来到了建筑工地 做起了建筑工 然而几个月后 大刚不小心从大楼上摔了下来 把一只腿给摔断了 休养了一个多月 才能一拳一拳地下地行走 此时已经接近春节了 昨天我刚领到这一年的红利奖金 明天就可以买车票回家了 是啊 快过年了 我妈昨天还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回家呢 明天我给她老人家买点年货 也要赶回去 坐在床上的大刚听着他们的谈话 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离家时的情景 大刚啊 钱挣多挣少不要紧 千万别累坏了身体啊 妈 你就放心吧 我身体好着呢 大刚 你这一走 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年前肯定回来 妈 我会带着年货回来 陪你过年的 带不带年货无所谓 但你可一定要回来过年啊 妈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回来陪你过年 我妈现在一定在家里 等我回去过年的 对啊 大刚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还没领到工钱呢 什么 你的工钱还没领到 那你赶快去找王老板要啊 就是啊 刚才我路过王老板住的房子 他刚回来 你现在过去 正是时候 对 我得去要工钱 领了之后 好买些年货回家 陪母亲过年 大刚一拳一拳一拳的来到了王老板家 当他敲响院门后 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狗叫 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王老板还没走出门 那一只凶猛的大狗却快速窜了出来 一下子 一下子把大刚扑倒在地 王老板站在门口也不阻拦 他抱着双手站在那里看着 而那只大狗看到是大刚后 凶狠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和善了起来 哎哟 阿都 你总算认出我来了 刚才你可真凶啊 吓坏我了 大刚 你来这里做什么 王老板 我是来要工钱的 你能不能 不能 你还有脸来要钱 你知不知道 你住院的那段时间 我给你花了好几万元的医药费 你现在还敢来要钱 可是我这腿 是在给你打工的时候摔断的 你说什么 你还想赖我不成 你那是自己不小心 从大路上摔下来的 你的工钱交给医院都不够 现在还敢来跟我要薪水 可是王老板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这让我怎么回家过年呢 那我不管 你目前也无法工作 多花的医药费 我也不跟你要了 从现在开始 我俩谁也不欠谁 以后 你就别来找我了 阿渡 进来 他转身走进院子 阿渡看了大刚一眼 最终还是跟着王老板 走回了院子 王老板的院门 一下子关上了 大刚看着紧闭的大门 只感觉身体一转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啊 我的腿瘸了 钱也没赚到 这让我如何回家陪母亲过年啊 这个大刚 腿都断了 还赶紧要空前 想都别想 好香的味道 阿渡 这是给我的吗 我肚子正饿着呢 阿渡 真是太感谢你了 说着 他取下那盛着饼的袋子 然后拿起一块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而阿渡 则摇着尾巴 在一旁看着 来 阿渡 给你一块 我们一起吃 就在这时候 王老板家的院门 一下子打开了 王老板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然后愤怒地看着阿渡 我说刚买的饼怎么没了 原来是你这个 吃里扒外的东西 给偷走了 哼 你这个畜生 我养你有什么用 他一棍子 打在了阿渡的身上 阿渡惨叫一声 面对愤怒的主人 挨了一棍子的阿渡 并没有逃跑 只是委屈地 在原地哼叫着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今天 我非打死你不可 王老板 别打了 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我打的是自己的狗 不关你的事 王老板 好歹它也是个生命啊 求你放过它吧 你走开 它是我的狗 我想怎么处置 就随我的心意 王老板 你看这样吧 既然你想要他的命 不如把它送给我吧 就用它来替代我这段时间的工钱好了 你是说 我把阿渡给你 你就不会再来跟我要工钱了 是的 没错 好吧 那是你的了 以后 你们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阿渡 别怕 没事了 走 我们回家 大哥 这只狗才值几个钱啊 你竟然用它来抵了自己的工资 是啊 大哥 你没有钱 要怎么回家过年啊 可是如果我不要阿渡的话 王老板说不定真的会将它打死啊 这个王老板 心也太狠了 当初你还救过它呢 可不是吗 它都不如阿渡 阿渡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可是它却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算了 不说了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们还得坐车回家过年呢 就在大家熟睡的时候 一个小偷悄悄地溜了进来 工人们累了一天 都睡得很熟 根本没有察觉有人闯进来 小偷偷摸摸地来到工人床边 然后悄悄地打开了它放在柜子的包 并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 打开信封 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钞票 哈哈 我的情报果然准确 他们真的刚刚发红利奖金 嘿嘿 今天我发财了 什么声音呢 接着它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大狗正凶狠地盯着自己 阿都看着小偷突然汪汪大叫了起来 然后一下子将小偷扑倒在地 阿都的叫声很快便将熟睡的众人吵醒 小偷 快抓小偷啊 那是我的红利奖金 可恶的小偷竟然偷我一年的血汗钱 众人一起将小偷按住 多亏有阿都 否则我们的钱都会被他偷走 赶快报警 电飞大哥 饶了我吧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想让我们放过你 别做梦了 很快 远景便赶过来 他们带走了这个小偷 经过审讯 发现他竟然是一个通缉犯 由于工人们抓捕有工 政府奖励了他们一笔钱 大哥 这些钱都给你 这都是你的功劳 小偷是大家一起抓的 这些钱怎么能由我一个人领走呢 大哥 你就拿着吧 如果不是你把阿都带回来的话 我们不但得不到这些钱 就连自己一年的红利奖金 也会被偷走的 是啊 大哥 你就拿着吧 嗯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 阿都 也谢谢你帮我们这么大的忙 土沟的母牛 在山林边缘 有一道左右两米多深的土沟 在沟的一边 是充满野兽的山林 另一边 则是人类居住的村落 村落这边 有一道缓坡可以进入土沟 天气炎热的时候 很多牛羊都会跑进土沟里一说 表哥 怎么样 这里凉快吧 是啊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哎呀 他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当然了 他们也知道这里凉爽啊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土沟啊 听老人说 这里曾经是一个战壕 用以抵抗敌人入侵的 是啊 也多亏了这个战壕够深 所以夏天这里才能避暑 哎呀 这是什么声音啊 看来那头母牛又来了 母牛 什么母牛 你跟我来 看了你就明白 当他俩沿着土沟 走了几十米后 便看到一头母牛 正用自己头顶短短的牛脚 狠狠地刺着沟里的土墙 而那土墙上 已经满是被牛脚刺出的凹坑 天呐 这头牛在做什么呀 这头牛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刺墙 他这样做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他这样做很容易让自己受伤的 他的主人在哪里呢 怎么不拦住他 阻止这样的行为继续下去呢 拦不住的 谁也拦不住 为什么呀 难道他疯了吗 或许你听完了 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 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头母牛是村里五伯的 五伯平时对他格外照顾 每天都会带他到村外 去吃那些最鲜嫩的草 因为母牛肚子里 已经有了待产的牛宝宝 吃吧吃吧 吃得饱饱的就好生产 五伯 这母牛都快带产了 你怎么还带他走这么远呢 这里有嫩草啊 再说了 他怎么会那么快就生产呢 五伯 你可以搁一些草带回去喂他 就不用让他走这么远了 你不知道 他吃饱后还喜欢跑到那道土沟里 在土墙上蹭痒痒 他又在叫我带他去土沟了 走吧 我们这就走 五伯 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可别让小牛犊 不生在外面 没事的 我们一会儿就回去 谢谢你们 五伯带着母牛来到土沟里 母牛又身体轻轻地蹭着土墙 没过多久 母牛突然一下子 猫地大叫了一声 然后便双腿跪在了地上 哎呀 你这是怎么了 不舒服吗 哎呀 他真的要生产了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五伯看着那头待产的母牛 一时乱了手脚 他只能赶紧跑回村子 找兽医来帮忙 但五伯离开没多久 那头母牛便产下了一头小牛犊 宝贝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妈妈 妈妈 宝贝 妈妈在这里 就在他们母子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 一只饥饿的猛虎 嗅到了猎物的气息 正朝他们逼近 食物 是食物的味道 它就在那里 猛虎朝着土沟那里走去 突然 他发现了土沟里的母牛 和刚生下来的小牛犊 太棒了 看来今天可以美餐一顿了 猛虎小心翼翼的 朝着土沟接近 土沟里 母牛和小牛犊 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 它们依旧依偎在一起 母牛轻易的舔视着自己孩子的身体 那只恶虎找到了一处较矮处 跳进了土沟里 然后捏手捏脚的 靠近那对牛母子 接着便迅速地发起攻击 一口叼起小牛犊 并快速跑走 妈妈 妈妈 救我 孩子 我的孩子 放下我的孩子 糟糕 从哪里才能上去啊 大家快点 我的牛就在土沟那里 它马上就要生小牛了 不好 人类来了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太好了 就是那里 恶虎跑到矮墙那里停了下来 前肢趴在土墙上 仰头用嘴顶着小牛犊 往上拱举着 妈妈 妈妈 快来救我 放下我的孩子 快放下他 那只恶虎背对着母牛 身体竖直贴在土墙上 此时 是母牛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 然而 就在母牛的鸡脚 离虎背还有三四米远的时候 那只老虎 终于将小牛犊 推出了土沟 接着 它自己也纵身一跃 跳了上去 跳出土沟的恶虎 重新叼起小牛犊 朝山林跑去 土坑里的母牛 由于惯性 一下子撞到了土墙上 原本虚弱的母牛 一下子摔倒在地 孩子 我的孩子 从那天起 这头母牛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用不买血丝的眼睛 只愣愣地望着那只恶虎 趴过的那块土墙 然后疯狂地用自己的牛角 猛烈不停地刺着 哎 它之所以这样做 是对自己当初没有救下自己孩子 而懊悔啊 但他常常这样下去 怎么能行啊 他的主人 难道就不制止他吗 别提了 一开始的时候 五伯试图将他拉回牛栏 但他却硬脖子不走 好容易将他带了回去 可是他却没日没夜地 不停地哀叫着 五伯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由他去了 表哥 你看 五伯来了 小柱 你怎么在这里 五伯啊 我正在给表哥说 你这头母牛的事呢 哎呀 有什么好说的 这头可怜的牛啊 他天天沉浸在悔恨之中 悔恨当初没有跑快一点 救下自己的孩子 你看 原本他那么强壮 现在都瘦成什么样啊 或许 只有找回他的孩子 才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吧 他的孩子一生下来 就被老虎给叼走了 怎么可能找得回来啊 五伯 我来这里的时候 在邻村听说了一件事 那里有一位姓张的大叔 他家有一头小牛 大家都说 那头牛是从老虎嘴里抢来的 啊 你说什么 从老虎嘴里抢来的 是的 那位张大叔的儿子 是一位护灵员 据说有一次 他在寻山的时候 发现一只老虎 摇着一头小牛犊 跑进山林 于是便拿起猎枪 救下了那只小牛犊 并把他带回家 送给了自己的父亲 张大叔 那一定是我家的小牛犊 一定是的 你能带我去找那位张大叔吗 表哥 就带五伯去找回那头小牛吧 否则五伯家的这头母牛 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忧郁而亡啊 嗯 好吧 就这样 表哥带着五伯来到了邻村 并找到了传说中 从老虎嘴里抢下来小牛的主人 张大叔 想要买我的这头小牛 不可能 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你们走吧 说着 他转身走进院门 然后随手将院门 砰的一身关上 被关在门外的表哥和五伯 不由地愣住了 怎么回事 他这人怎么这么难说话呀 你们两个外村人 不知道他的脾气 这个老头脾气倔着呢 我们只是商量 要买下他家的那头小牛 小牛 他干嘛那么生气呀 你们不知道 他老班去世后 就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 他儿子当了狐狸员后 就很少回家 孤独的生活 让他的性格更加孤僻 后来他儿子送给他 一头刚出生的小牛毒 张大叔将那头小牛 当孩子一样养了起来 所以 你们要想从他手里 买走那头小牛 根本是不可能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放心 谁也不会将你 从我身边带走的 你也不想离开我是吧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卖掉你的 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卖你的 五伯 怎么办啊 放心 让我来吧 怎么又是你们 你们怎么还不走 老弟 我想请你救救我家的牛 哦 我又不是兽医 怎么救你家的牛啊 五伯将发生在 自家母牛身上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即便是真的 你怎么又能确定 我家的这头小牛 是你家母牛的孩子呢 我家的小牛土被老虎叼走了 而你家的这只小牛 又是从狐嘴里救出来的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但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呢 那头母牛白天会在我们村外的土沟里 用牛角不停地刺着土墙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带着你的小牛去看一下 牛妈妈肯定会认出她孩子的 我可没时间去你们村子 老弟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头小牛 如果它真是我家那头母牛的孩子 我愿意把家里的那头母牛也送给你 啊 你说什么 你要把你家母牛送给我 是的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她整天痛苦的生活 只要能让他们母子团聚 我愿意将她让给你 好吧 我答应你们带着小牛去让母牛确认一下 谢谢你 当那头小牛毒出现在土沟时 正在用牛角刺土墙的母牛 一下子愣住了 她如死灰一般的眼睛里 闪现出了光芒 孩子 我的孩子 妈妈 妈妈 这对牛母子终于再一次依偎在了一起 牛妈妈亲密地舔视着小牛 五伯和赵大叔在不远处看 你看到了吗 他们就是母子 是啊 如果不是母子 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好吧 这头小牛我就送还给你 但你可得好好照顾它 别再让老虎叼走了 老弟 你说什么 你要把这头小牛送还给我 是的 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母子分离的 不质 不质 富池生命电视台 邮政华波 沪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华波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峰会成征义工 恰旋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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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